中文字幕——YK 一共是几包 两包 藏匿于网络中的卖家 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 它都两米高 它都太傻眼了 当时我们都不可思议 它都养得那么好 这种大麻它非常的高 你看 我一米八多的个子 你看它比我还要高 有两米多高 独网寻踪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3年初 山东警方通过污水监测报告发现 某些水质参数指标异常 这份报告显示 某些地区涉及大麻类犯罪 有上升的趋势 警方很快采取一系列打击行动 抓捕了多名 稀犯大麻的犯罪嫌疑人 干什么 通过专项行动 警方已经掌握 一个网名为安心种地的大麻种植者 在网络上大量贩买大麻制品 经过半年多的研判 虽然警方抓捕多个大麻代理商 却依然没有查清安心种地的身份 我们总感觉到这个意犹未尽 因为感觉到没有深入进去 就只是把面上的一种 这种负担面上的东西打了一下 就在办案过程中 警方意外发现 一个为安心种地运输贩卖大麻的嫌疑人梁某 还在雇人制作冰毒 警方决定先把这个案件查清楚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讲到 山东警方在2023年年初 发现涉大麻类的犯罪行为 有上升的情况 追查当中 警方也查实 有个叫安心种地的大麻种植者 通过网络大量贩卖涉毒制品 在打击犯罪行为的过程中 警方无意中抓到了在家制作冰毒的袁某 他承认自己就是通过一张网上得来的化学配方 在家研制出来了冰毒 这样的话 在今天在你家里 把这个毒品再撑一下 一共是几包 两包 被捕后 袁某在自己家里向警方介绍了他的制毒工具 两个月中 他通过网上认识的梁某 得到了制作冰毒的教程 在家里进行了多次实验 刚研制成功5克冰毒 就被警方抓了个正招 加上水和盐酸 调节pH值到2到3 他控制的成本也不高 而且他获取的原料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获取 按照警方的分析 袁某自己研制出来的制毒方法 原料容易获得 成本相对较低 他本人并不吸毒 也不在警方预先侦查的范围中 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你在看这边 这边是什么 这下边是我存放的清点酸 你存放的清点酸 你存放的清点酸 它应该是在不到50块钱 卖的价格到两三千 这个利润点就可以了 它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这个原料 来进行制毒行为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 经过对袁某讯问 他跟梁某决定开始制作冰毒也很偶然 因为都想快速挣钱 两人在网上结识后 梁某表示自己有制毒的配方 可以为袁某提供资金支持 袁某当时就答应了 因为他挺钻研的 因为我俩刚开始聊天的时候 是因为他在群里边要这个配方 我就想弄点东西 然后在群里边炫耀一下 也没想象到毒品利润这么高那时候 他跟我说了之后吧 他又把整体制造毒品的流程发给我 你知道吗 发给我之后就动心了 按照两人交代 梁某前前后后给袁某转账了三万多 袁某就在自己的家里行动起来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后 结果并不理想 他说他做出来了 对 做的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东西 因为我当时吃的是苦的 特别苦 他说的那个利润 需要注意的细节 你自己把握不到 对吧 你就在做的过程中 把这个原理摸透了 事后 袁某向警察共认 按照梁某提供的配方 根本不可能制作出冰毒 他只能慢慢琢磨 修改了一些化学方程式 将不容易得到的材料 替换成生活中可以买到的化工产品 而制毒的地点就选在自己的卧室 隔壁就是他不到三岁的女儿和家人 休息的地方 只有高中学历的袁某说 他上学的时候就对化学实验很感兴趣 他也曾经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 后来痴迷上了打游戏 高考落榜后也找不到称心的工作 在得到梁某资助后 他慢慢研究出自己的一套制毒方式 随着梁某的落网 在家中制作冰毒的袁某 也被警方抓了个正着 直到警察找上了门 袁某才开始悔不当初 打掉袁某制毒的家庭作坊后 警方也将更多的精力 转到追踪大麻卖家安心种地的身上 网上现有的信息显示 因为警方抓获了多个大麻贩毒的中间商 安心种地的销售也因此时段时序 此时 一个嫌疑人的落网 意外为警方提供了破案的契机 被警方抓不到的嫌疑人是28岁的董某 他在网上将自己吸食剩余的大麻油制品对外销售 而他的上家正是警方一直在追踪的大麻卖家安心种地 他本身就是因为吸食大麻嘛 然后当时可能自定上有点磨 手里正少有点大麻 然后把他的大麻吃肉了 董某向警察交代 吸食大麻的这段经历让他花费了上百万 曾经思维敏捷的头脑和健康的身体也不复存在 他自称就是要想借断毒品 才把手里剩余的大麻油出售给他人 假如说这个 你每天都在抽的话 你抽一次的花费大约是在800到1000块钱 后你可能你抽到大麻之后 你其他的这个生活 你就质量就会变低 因为涉嫌贩卖大麻 董某表示希望得到从宽处理的机会 董某告诉警察 目前在网络上贩卖大麻的人员当中 警方要找的那个安心种地 是出货量最大的卖家 他卖出的大麻不仅质量高 相关制品也很多 价格也比较优惠 这都说明安心种地 确实有大规模的种植园区 董某觉得自己可以配合警察 将安心种地的身份挖出来 这个大麻的这个品相 就是它的外观品相 然后还有它的气味 然后都是非常新鲜的 感觉它的货在国内来说是不错的 首先是它首先要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 这是基础 其次是就是说它能够真心地协助公安 从城市到了乡村 他们的买卖已经留下痕迹 他们这种跨地区的贩卖 必然会留下一些长途往来的痕迹 就是会写一个它的名字 或者写一个我的名字 然后在大麻旁边 不懈追踪下 破案的良机何时会出现 首先就是人很爱学习 很爱钻研研 曾经迷途的人 还有机会回头吗 做一个农业生态员的 因为我就算洗手了 我最想干的还是农业 独网寻踪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根据已经找到的证据 警察决定让董某配合他们开展调查工作 继续保持跟安心种地的联系 在警方的指挥下 董某在网上开始有了另外的身份 因为长时间的混迹于大麻圈层中 董某确实像警方所想象的那样 很容易就打入到多个贩卖大麻的群体中 也确实如他所说找到了方向 就是会写一个他的名字 或者写一个我的名字 然后在大麻旁边 然后拍一张照片 然后发给我及时的那种的照片 我就判断他是真的 2023年的7月份 董某发现安心种地在网上 以河南某地为中心 向全国招募代理商 多种证据显示 他的大麻种植基地 应该在河南某处 同时这个团伙 应该是以自驾车的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送货 特别是他们会选择在 没有监控的地方 他们把每一个环节 都想得比较详细 把每一个环节 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不会被公安机关发现 他们这种跨地区的贩卖 必然会留下一些长途 长途往来的痕迹 不管是车辆也好 还是民航铁路也好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种轨迹 进行复盘 通过收集交通监控的信息 结合着董某为警方提供的线索 警察很快锁定了河南人丁某 丁某30岁左右 长期生活在湖北武汉 他每个月都会开车 前往多个省份 极有可能就是警察 一直在找的大麻买家 安心种地 这个武汉是个很便利的地方 它以武汉为起点 如果去外地送毒品 是比较方便的 通过对丁某老家的秘密调查 警方在河南某地发现了异常 那里是丁某父母的老宅子 丁某每个月都会回到这里住几天 通过侦查 丁某在房屋院子搭设了顶棚 棚子下面正是已经长成的大麻农作物 结合实地的探查 警方更加确定 丁某就是卖家安心种地 对他的抓捕随即展开 这个就是这种室内的大麻 现在已经开花完了 一个开花号 这个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东西摘下来 摘下来之后 需要有个阴干晾晒的过程 再封装 再进行购卖 在丁某家 警方找到了大量大麻植株 丁某通过家里的空地培育大麻幼苗 为了让这些植物有更好的掌势 他自制了家室和光照系统 在不大的空间中 尽可能多地培植大麻作物 就是一人多高的这种植株 200多株 产量的话 一株大约能带 差不多一公斤吧 一公斤200株 100公斤 100公斤按照4万的话 400万 差不多就是他说这个说 除了这些大麻植株 在丁某家里 还找到大量的大麻制品 成熟后的大麻作物不易保存 丁某就利用各种方式 将它们加工成大麻油等围禁物品 尽管缴获了大量大麻制品 但是警方很快发现 丁某网上宣称 自己要代理的数量远不止这些 警方认为 丁某肯定还有其他大麻种植场所 通过对丁某轨迹的调查 距离丁某家100多公里之外的一处农田 也是丁某偶尔会停留的地方 这不对劲 这个地方肯定有事 根据他去的这种时间 停了挺长时间 这些工作量因为非常大 就是他一个人干不来 他又在网上找了他的一个同伙 叫张某 这个人张某也是河南人 张某的出现是警方没有想到的 进一步查证 张某是丁某在河南 种植大麻的合作者 警方利用无人机展开搜寻 在一片农田中 警方看到了张某白色轿车停在路边 当时那个 它是个飞机的养猪场 然后这个里边养着点的 还养着点鸽子啥的 就在无人机侦查的同时 几名警察也悄悄翻到张某的田中 探查究竟 大家发现 张某种植玉米 只为掩人耳目 大量大麻作物就藏在玉米地中 这里显然是 他跟丁某的大麻种植的基地 对张某的抓捕随即展开 这株大麻它非常的高啊 你看啊 我一米八多的个子 你看它比我还要高 有两米多高 上面它就是平常培育的 就是精心照顾 精心照料 精心培育 你看它的 你看它的植物茎非常粗壮啊 也是使用了这个钢筋的这个加固 成千上万柱 规模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 说实在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大麻种植 因为我就是我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基督景 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种植面积 经过近一年的追踪 山东警方成功打掉了 盘踞在山东 河南 广西等多地 利用非法网络进行大麻交易的贩毒团伙 这里面最让警方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贩卖的大麻制品 都是丁某从育苗开始研制出来的 丁某通过自己改良的种植技术 竟然从无到有搞出如此大的大麻种植基地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丁某落网后 记者也在看守所中见到了他 对自己大规模种植大麻的情况 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确实很喜欢搞农业 不过我现在在看守所里面 也每天在看农业类书记 今年三十岁的丁某 是在三四年前开始研究大麻的种植 此前丁某在做着汽车维修的工作 日子过得辛苦 也存不下什么钱 后来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上看到了 有人利用卖大麻挣了很多钱 丁某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 就想着说能不能用这个 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然后就开始琢磨这个事 开始在未往上学习这些知识 然后并尝试实践了 只有高中学历的丁某 自学了相关的知识后 通过试验进行了大麻植株的嫁接 从培育幼苗到大麻成熟 丁某觉得自己的发财梦就要成真了 就是想种的更多 赚更多的钱 于是就学习了无性繁殖 就把它的一些组织给取下来 然后利用植物细胞的全能性 让它生出它没有的组织 就是根系 然后变成一个全新的植物 这样就扩大了种植规模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实验 丁某终于大规模种植出大麻作物 为了能卖个好价钱 他通过网上的交流 结识到了同样在种植大麻的张某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一起做这门生意 于是我们就见了一面 见了一面 这个两个人在一块就更胆大了 一个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胆大 两个人在一块一合计 搞把大的吧 就搞了一把大的 然后就进来 就会给他种那儿 然后管理吗 加水干啥 打药 在认识丁某之前 张某还是一家培训机构的音乐老师 他偶尔利用空余时间种植一些大麻 后来他就在丁某的指挥下 专心种植大麻了 他跟丁某各有分工 一个负责育苗 一个负责打理植株 为了更好的掩人耳目 张某在种植大麻的园区前后 养了一些动物 丁某将大麻幼苗培育好 就移植到张某租种的田地中 在警方对他们进行打击的时候 他们种植的大麻已尽成熟 就在他们全国招募代理的过程中 警方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并铲除了所有大麻 因为丁某我觉得可以从他的种植规模 从他对整个大麻产业链的了解程度 从他规避侦查这种反侦查意识 再一个从他犯罪时的小心谨慎的程度 我觉得他可以算是一个在国内的比较典型的大麻里的毒枭 案件侦办到这里 其实警方对公安部督办的这起大麻案 调查已经基本结束 就在案子收尾的时候 一直在配合警方追查线索的嫌疑人董某 也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会怎么认定呢 在警方追查安心种地 到发现大麻种植地的过程中 前面提到的董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警方也向检察机关证明 董某多次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 有立功表现 检察机关随后也对董某的行为予以认定 最终法院判决董某缓刑 董某表示认罪认罚 在判决后 董某也一直跟警察保持着联系 董某表示 以后也愿意为进度工作做点事情 因为人他原来犯过错误 他现在这个改正了 我们现在也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有这个基础 才能他的自愿地去做一些事情 经过了这件事 西石大麻多年的董某说 今后不想再沾染任何毒品了 如今董某已经离开了曾经生活的城市 也将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他想换一种环境重新生活 我就觉得我的情绪上是很稳定的 然后会更理解身边的人 会更理解亲人很多东西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娟教授 欢迎李教授 李教授警方经过不懈努力 破获了一个大规模的大麻贩毒案件 那么这其中犯罪嫌疑人董某 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 警方顺藤摸瓜 也确实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那么这种情况在办案当中是常见的吗 应该说从两方面来看 从犯罪嫌疑人的个体情况来看 我们也看到了他从最初的一个毒品犯罪嫌疑人 到转变为为公安机关 侦破毒品犯罪案件提供线索 主动去参与进毒 这是一个态度的转变吧 这个体现出他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一个觉醒 那么从我们这个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 工作的需求来看呢 我们也能看到目前像互联网涉毒 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非常的隐蔽 通常都是熟人介绍的 那么他们之间联系 又通常都是使用一些暗语呀 喊话呀 黑话呀等等 为我们这个线索的收集和情报的研判 确实也是有很多的难题 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人力情报 资源来支持 那么对于我们发现重大的涉毒线索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这样的犯罪协议人 实际上是会采取一些措施 进行严格的保护 也希望他为我们打击毒品犯罪 能够提供更加有利的一些证据和线索 来进行支持 除了董某 在自己家中制作冰毒的袁某 也在采访中表示 最初被抓捕的时候 只是觉得自己运气太差 现在的他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他原本想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是却忘了 曾经在外面的那些苦日子 也是很幸福 投进来的两三天的时候 不会感觉到忏悔的 慢慢的时间长了 可能在七八天 十天以后 就会想 以前在外面原来拥有那么多东西 对吧 你就会发现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而被警方追查了近一年的安心种地 也就是丁某 在被抓后表示要改过自新 他告诉记者 他确实特别喜欢农业种植 希望今后有机会 能他的事实 在这个领域做点事情 做个普通人也挺好的 没有钱也无所谓 只要跟我老婆 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就行了 以前野心就是比较大 确实想抓寒短短短短 李教授 本案当中的嫌疑人丁某 是自己种植大麻 袁某是自己制作冰毒 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自己都不吸毒 这使得他们显得更隐蔽一些 对于这种隐蔽的犯罪行为 我们警方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实际上这些人都是为了获取非法的利益 那不管他的犯罪行为怎么样的隐蔽 那么整个这个链条会很长 那各个环节当然也很多 那只要有一个环节露出马脚 我们公安机关开展情报信息线索的这个收集研判工作 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犯罪的事实 那我们就会对他们予以法律的惩处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要加强源头的管控 因为制毒一定要需要抑制毒化学品 而抑制毒化学品往往又都是普通的一些化工原料 要有其他的一些用途 所以我们要从合法生产这个环节开始 到它的这个销售储存运输进出口 以及使用各个环节要加强监管 避免它流入非法渠道 用于制造毒品 那同时呢 我们要加大对毒品预防教育 这方面的工作 特别是新类型的毒品 尤其是青少年 进度宣传的工作 让他们真正的远离毒品 那这样就没有需求 也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去实施犯罪 这起案件中 有凭借一张配方就研制出冰毒的原某 也有自己嫁接育苗 从无到有搞出大麻基地的丁某 他们可以说都是聪明人 然而贪图快速挣钱 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 终将难逃罚网 大麻是我国明令禁止的毒品 对于任何稀释制作和贩卖毒品 大麻的行为 法律都会给予严厉的惩罚 切莫再抱有侥幸心理 以身是法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文君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